上街采买是一件再频繁不过的事 甚至是很多人生活中的小确幸 但是对于行动不便的长辈来说 却是心中的渴望 而春节将至台中市老五老基金会 就举办半独老购幸福活动 与企业的志工带着13位 7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 到卖场来挑选他们自己想要的年货 也让他们感受一下过节的热闹氛围 阿公提着购物来用专注的眼神 在饼干区前仔细挑选自己要的产品 为了要鼓励长辈有自主购物的权利 老五老基金会举办半独老购幸福活动 其实住在我们山区的长辈 他们大部分都是住的比较偏远 交通可能本来就没有很便利 或者是说上次坐着轮椅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带他们出来 让他们可以自己去选择 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可能觉得他们会需要一些 民生物之类 但我们后来发现 其实长辈来购物的时候 他们选择的 有时候会是一些糖果饼干类 因为他们还是会有一种 要半年货 然后需要就是一些喜气的感觉 所以后来会发现 长辈他们来选择 其实糖果饼干类 其实是还他们蛮常选择的一些品项 阿公妈一听到要购物 就难掩雀跃的心情 农历新年快到了 有许多的高龄独居长辈 常因行动不便 无法外出走走 甚至要买新衣服 年货都有困难 虽然时常都有社工送物资 但长辈仍想亲自去挑选 老五老基金会就举办独老买年货 已迈入第八年 这次还与企业共28位志工 一起陪同13位7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 采买物资 并提供每人1000元的购物金 让长辈能够尽情买自己想要的商品 那我觉得非常高兴 也非常有荣幸 那来协助我们基金会 那对于我们这个年节快到了 在这个年节的沟的部分 出一点微薄之力 非常幸福 没有看见这么多人 有个人今天要买什么吗 我是拜佛照 我买一套 我买了 又买过丁贵 透过采买年货的活动 让高龄独老也能享有过年过节的氛围 由于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老五老基金会募款从11月开跑至今 只有达到六成 也希望能够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看到弱势所需 协助他们能够欢喜迎新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